身冠之治,盛极一世,除了唐太宗依靠他手下的一大批谋臣武将伴,也与他娴熟温良的妻子张孙皇后的苦楚是奋不开。 张孙皇后是大唐盛世中的一个美丽传说,她出生在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,十三岁时嫁给李世民为妻,深得丈夫和公仆的喜爱。 在李世民早年征战南北的期间,她就紧紧跟随着丈夫四处奔波,后来成为母仪天下的皇后,身份尊贵无比。 那么张孙皇后被世人公认为先古第一贤后,难道仅仅因为她是位贤淑的妻子吗? 张孙皇后平日一直身居内空,她到底对真冠盛世的形成起了多大的作用呢? 张孙皇后的历史名声应该是很大的。 在唐朝的皇后群中,张孙不是权力最大的,应该说也不是名声最大的,但却是名声最好的。 张孙皇后这个人呢,知书达理,很贤淑,很智慧,很大度。 用我们现在的词概括,大概就是知性女人。 长孙皇后,既然是皇后,她的职长就是皇宫。 后宫的事情都听皇后的,所谓母仪天下,跟这个职务是有关的。 所以她的第一件工作,对唐太宗,对真冠之治的第一大贡献,应该就是稳定后宫。 为什么要讲稳定后宫呢? 皇宫之内,高墙之内,壁垒森严。 那是一个不愁吃不愁穿的地方,但是因为资源很多,特别是政治资源很多,所以那里一直是波浪不断的地方。 唐朝后来的历史证明,如果后宫管不好,这个朝廷就管不好。 在唐太宗的贞观时代,后宫被长孙皇后管理的井井有条,因此他就为唐太宗全力以赴的经营天下,治理国家,提供了一个很安全的。 后方,所以我说,长孙皇后,她领导的一个方面军,帮助皇帝,帮助李世民,在以前是打天下,在以后是治天下。 她是怎么治理后宫的呢? 其实也很简单,说起来大概很多人都能做到。 比如说,长孙皇后一直是读书的人,据说她一年四季,书不离手,因为她了解古今宗外,特别是古代的历史,所以她知道碰见相似的事情,她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,长智慧。 另外呢,她自己需求不多,据说她是简朴诚性的人,她的物资供应,够了就足了,绝不会贪多了。 其实,她也树立了一个简朴的榜样,在那个时代,特别重要。 皇后呢,在处理一般的关系上,比如说后宫的关系上,其实我们知道呢,这个里面就是最复杂的问题,但是她处理不好。 比如说,唐太宗跟别的工人生了孩子,她的表现这么样,是不是嫉妒心,抱人而起? 不会的,不会的。 有一个工人,可能因为难产,生下孩子就死了。 皇后就把这个孩子一直养在自己身边,像自己亲生的一样。 没有半点嫉妒心,树立了当时的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准。 别的这个妃子生病了,她就会把自己的药品拿去给人家用。 这是舍己为人呢。 所以史书上记载, 她下面的人呢,对她都感恩戴德。 这么样一个好人,那谁不感恩戴德呢? 这样的一个好人,又有办法,又有水准,她治理的后宫,当然是平安无恙。 什么事没有,风平浪静。 在后宫的治理上,有的时候唐太宗会也会发话的。 所以长孙皇后的传上就说, 后宫的人得罪了皇上, 他就驻帝役。 有皇帝这么说,你把他交给我吧, 我一定很难处理他。 在帝役节, 等到皇帝啊, 这事淡忘了,或者想通了以后, 他才开始处理这件事。 他不会在皇帝圣怒之下, 立刻处决这件事, 他不会的。 为什么呢? 那有可能让皇帝这种愤怒变成一种错误。 他是先跟你说好话, 你这个法国是有道理的, 但是他并不处理, 你这个火销完了, 他才处理, 一定不让手下冤枉。 这是一个很好的副手, 很好的副手。 更重要的, 不在于长孙皇后怎么样处理这种矛盾, 这种事物, 而是在长孙皇后的心目中, 他始终以唐太宗, 以唐太宗的朝廷为自己的主要目标。 他的, 自己的定位很清晰, 就是帮助皇帝, 我这个后宫啊, 就是要平安无事, 不要给皇帝找麻烦, 不要给皇帝找麻烦。 所以据说他病重的时候, 快不行了, 太子啊, 就跟皇后建议, 说是现在啊, 一般的做法是呢, 大赦天下, 把那有罪的人都赦免了, 这是积德嘛, 积德, 这样的话呢, 您这病情也可能有好转呢, 这个是因德对你的病也可能有好转, 皇后坚决不同, 他说不能因一个夫人的病情来扰乱朝纲, 大赦是朝廷的大事, 哪能因为这么一个理由去大赦呢? 不可以, 所以他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原则, 他不能让他自己的事, 他后宫的事来干扰了朝廷, 保持了后宫的安静, 那唐太宗这边一切可以放心, 就可以全力以赴去经营天下, 这个道理还是很简单的, 二项, 掌兽皇后是唐太宗的一个政治顾问, 唐太宗经常有什么事就来找皇后讨论, 而皇后的态度是不讨论, 有一个事我想问问你, 你说这个主意怎么样? 他不提意见, 不提建议, 就不说话, 这叫什么呀? 这就叫, 顾问以不问为前提, 什么意思? 就是只问大事, 不回答小事, 一定要皇帝反来伏去的解释, 反来伏去的解释, 说这个事跟你这个忧虑是没有关系的, 你还是说说你的看法吧, 他可能才提出他自己的看法, 就是长孙皇后这个政治顾问, 是只问大事, 不问小事, 什么事情都回答, 那就是秘书, 只有重要的事情才回答, 那就是顾问, 长孙皇后就是这样的事, 就是这样的一个顾问, 经常的情形是, 唐太宗问他什么, 他就不回答什么, 他不回答, 不回答有两个好处, 一, 让唐太宗继续考虑, 这个事情是不是要争取皇后的意见, 第二, 在这个唐太宗重新考虑的这个时候, 其实是对这个事情进行了新的一番斟酌, 我不回答, 就让你再想想, 在真冠时期, 唐太宗致力天下, 张孙皇后掌冠后后, 张孙皇后因为生长在宽幻时下, 自幼接受正常的教育, 形成了他真书达达, 贤书温柔的品性, 而这种与生俱来的贤书品责, 使得他能够事事以大局为重, 保持了后空的品性, 而且能够理性地处理事物, 从不远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干预朝政, 然而根据史书的机会, 如此明丽的长孙皇后, 也能对长孙家族的事, 背下关注, 甚至十分主动, 长孙皇后的反常举重, 究竟是为什么? 不过皇后呢, 还真有她自己关心的事, 有些事她是要管的, 那就是长孙家的事, 她是积极主动的要管的, 贞观元年, 发生了一个案件, 一个叫李孝长的郡王, 策动一次的谋反, 参加这次谋反, 有一个人叫长孙安业, 长孙安业是尖门将军, 尖门将军, 往皇宫大门的, 很重要, 可是她的身份更重要, 她是皇后的哥哥, 长孙安业, 皇后的同父义母哥哥, 皇后的哥哥, 那时候也就是长孙无忌的哥哥, 长孙无忌那时候是立部尚书, 权力很大, 主持部部长, 管人事的, 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, 她家有这么好的关系, 弟弟是大官, 妹妹是皇后, 她为什么要冒犯, 有原因, 这个长孙安业是大哥哥, 曾经迫害过自己的这个弟弟和妹妹, 因为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弟们, 她的父亲去世, 长孙圣去世的时候, 这俩孩子还小, 他们的母亲还在, 就是长孙皇后的母亲, 是这个她父亲第二次娶的夫人, 这样的关系, 所以她父亲一去世, 长孙安业就把这娘仨给赶走了, 因为长孙安业她是长, 她是哥哥, 她不能这么做, 也不该这么做, 但是她就这么做了, 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赶出去了, 把连他们母亲一起赶走, 当然她没有想到, 这俩还后来会这么发达, 一个当了皇后, 一个当了宰相, 当然没有想到, 可是后来这些事都发生了, 到了真官时期, 长孙安业虽然因为这个皇后的关系, 自己当了很大的官, 但是内心不安, 因为自己过去迫害过这个兄妹, 所以参加这次冒犯, 是有大务力的, 她想推翻这个朝廷, 你们就再不跟我来劲了, 什么意思, 她认为皇后和长孙无忌, 肯定会报复自己的, 现在是时候没到, 虽然让我当了监门将军, 但实际上你们还会对我怀恨在心, 以后一定会收拾我, 预期让你们以后收拾, 不如我现在开始行动, 所以她就参加了冒犯, 参与谋反那可是大罪啊, 十恶不赦之罪, 依法当复, 一定会处死她的, 这是这个谋反的几个主要人物, 皇后出面了, 找皇上说安业这件事, 她是什么意见, 保安业还是要收拾安业呢, 是要保安业, 她没有报复的意思,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仔细的看, 哎, 为什么没有长孙无忌的动静, 长孙无忌在这个案件上怎么没说话呢, 他没说话, 他的意思我们就知道, 他的意思就是依法办事, 依法办事不就是安业得处死, 可是皇后出面, 要求皇帝保存安业的生命, 他说, 安业这个哥哥对我们兄妹不好, 天下共治, 是家丑, 大家都知道的, 如果我现在真的按法律把他处死, 老百姓会怎么议论, 人家会议论我是官报私仇啊, 那我们这个家丑不就太大了, 那个时候家里的矛盾, 会这样生死之矛盾, 皇后呢, 心得很好, 一方面要维护长孙家族的生育, 另一方面, 确实也想保护哥哥的生命, 虽然那个哥哥对他很不好, 真是该死的哥哥, 但是他保住他, 皇帝当然说, 那不能因为安业这种不道之徒, 来影响皇后的生育, 所以不杀了, 流放, 流放岭南, 安业的命就保住了, 这是他安业, 长孙家的事, 皇后一定要管, 还有一件事, 征官二年的时候, 唐太宗啊, 就想把长孙无忌啊, 生成苦业, 皇后有公开的反对, 历史上啊, 这个外戚干政啊, 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, 很不好的一种事情, 如果出现了, 那就是悲剧一场, 所以呢, 这个外戚家, 就应该谨慎, 再谨慎, 不能让他们长实权, 我哥哥呢, 其实他这个歌长孙无忌呢, 跟李世民的关系很好, 李世民才不担心他什么这个外戚干政呢, 还是想让他多管点事, 帮自己, 可是皇后就是不同意, 皇后不同意, 皇后不同意, 李世民就要生气了, 不听你的话, 这个长孙无忌我还不了解吗, 他又有才干, 又有忠心, 他为什么不让他干, 就应该让他干, 后来就让他当了宰相, 皇后也没辙, 但是皇后还在使劲做工作, 一年以后, 有人就提了报告, 给皇帝说, 长孙无忌, 揽权, 就不该他管的事, 他也管, 这就叫揽权, 皇后听说这个消息以后, 立刻就找长孙无忌, 你赶快自动, 自动辞职, 提出辞职, 长孙无忌也没辙, 皇后这么坚持, 就提了报告, 后来就不再当宰相了, 虽然李世民呢, 还是到朝廷上, 给长孙无忌做了一个名义恢复, 说有人说他怎么那么, 我跟长孙无忌是什么关系, 我跟你们大家说, 我们俩就像父子一样, 我对他就像对儿子一样信任, 不要有别的想法, 虽然这么说, 还是让长孙无忌回来, 回到家中, 担任了一个名誉很高的职位, 但是没有实权的一个位置, 后来长孙无忌就干什么呢, 就去修改法律去了, 在皇后在世的那些年代, 长孙无忌一直是这样, 一直是这样, 就没有掌握实权, 就有那一年, 争冠二年到争冠三年, 当过宰相, 在对待长孙无忌的问题上, 长孙皇后表现出的谨慎态度, 成为了后来历朝历代传宗佳话, 他身上所拥有的这种理性精神, 也是和争冠之期的理性行政一脉相传的, 而长孙皇后这种理性, 不仅表现在对待长孙家族的事情上, 更提现在对待朝廷苦公之臣的态度上, 有一次呢, 长乐公主出嫁, 长孙皇后的女儿, 跟唐太宗生的女儿出嫁, 皇帝知道皇后很心疼这个女儿, 所以唐太宗呢, 就跟有关部门说, 说这个, 这个一场恶公主啊, 她出嫁, 不应该按一般的这个公主的这个规格办, 应该超规格的办, 因为皇后喜欢的女儿嘛, 有关部门呢, 当然就奉令行事, 本来皇帝都发了命令了, 有关部门也开始执行了, 魏征就出来, 倒落案了, 说这就这样不符合礼法, 不符合规矩, 规矩一旦破坏, 以后就没完没了, 唐太宗回来就跟皇后商量, 魏征反对, 怎么办呢, 皇后说了一番话, 真的很不错, 那种这个支书打理, 就应该体现在这个地方, 他说过去呀, 我一直听说陛下很纵使, 很纵用魏征, 我不知道为什么, 从这件事看魏征这个说法, 看他这说法, 我现在豁然就明白了, 陛下为什么那么纵使魏征, 说魏征这个人呢, 善于什么呢, 善于以礼至主之情, 用礼仪来限制主人的情感, 说魏征啊, 他真是做到了别人都做不到的事, 他说我是皇, 我是陛下的夫人, 我们一起同甘苦共患难, 有过那么那么多的历史, 但是我, 想给陛下提一件, 也要察言观色, 也要看看皇帝的心情, 我才敢说什么和不敢说什么, 而魏征这个人, 他竟然敢, 他比我还敢于向您提意见, 什么叫宗臣呢, 这就叫宗臣, 什么是良臣, 这就是良臣, 所以魏征这个意见太重要了, 就按魏征的意见办, 然后皇后还专门给魏征, 家里面送去了礼, 赏赋, 送去了赏赐, 你看, 他总结魏征, 总结的多到位啊, 以礼至主之情, 唐太宗自己后来也说过话, 说魏征善于以礼至君, 就是这个意思, 那个故事, 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, 说有一次魏征在朝堂上, 给唐太宗提了意见, 唐太宗接受不了, 怒气冲冲的一摆袖子, 走了, 回到后宫, 怒气冲冲, 是吧, 然后皇后就说, 哎呦, 陛下, 您这是怎么了, 还不是那个乡下老, 乡巴老, 整天的这个找我麻烦, 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, 说的还是魏征, 皇后就进到礼间, 改换了衣服, 穿上了巢服, 跪到皇帝面前, 皇帝吓了一跳, 刚才是进屋了, 出来干嘛来了这是, 这是为何呀, 他说, 我听说, 只有君主你贤能, 你的臣下才能宗成, 魏征是因为他效忠您, 他能够敢于这样, 正好证明, 陛下您呢, 是贤能, 我能不祝贺吗, 这是国家人民之福, 所以我要祝贺, 唐太宗对魏征的那个, 一肚子的烦恨, 一下就烟消云散, 仔细的看一看这个过程, 你看皇后进见, 那个方式跟魏征很像的, 他不仅有一个正确的方向, 他还有一个妥善的办法, 那个办法是什么呢, 是批评与表扬之中, 他不说你这个对待魏征的这个禁见, 反感是不对的, 他说你有魏征, 反而证明你自己是了不起的, 我不是祝贺魏征, 我是祝贺你和魏大, 如果皇后不是这样的皇后, 我们想一想, 这个情景会是怎样, 皇帝发火了, 然后皇后就说魏征这个家就不是东西, 天天也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, 什么事她都管, 那魏征早晚一天真的真的被皇帝给杀了, 不皇后不是那样的皇后, 所以贞官时代就不是另外一个贞官, 皇后以皇帝的大局为大局, 是吧, 以真正的治理国家的事业为自己的事业, 他要是小肚鸡场那完了, 全完, 所以在贞官时代皇后的这种做法是别人做不了的, 皇后对皇帝能起的作用是别人起不到的, 所以贞官之治, 一大功臣, 当然就是长孙皇后了, 长孙皇后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, 迎得了后宫众嫔妃和朝廷大使们的遗志在里, 长孙皇后虽然没能陪伴唐太宗, 一起走完贞官圣事, 但是无论是在其生前还是在其死后, 他都对唐太宗李世民, 对大唐盛事产生着深远的影响, 尤其在他临终前扭下了三个遗嘱, 更只直接关系到贞官之治后继的行传, 那么长孙皇后在一生的最后时刻, 究竟留下了哪个遗言? 长孙皇后是在贞官九年去世的, 去世的时候只有三十六岁, 其实还很年轻, 临死的时候, 她跟皇帝讲了三句话, 也就是三个意思, 第一是搏葬, 她知道死生犹命的这个说法和这个道理, 不必后葬, 后葬没有意义, 第二说应该纵用房玄灵, 保护房玄灵, 说房玄灵这个人从开始就跟你一起打天下, 他知道那么多的事, 知道那么多的计划, 但是这个人从来不泄密的, 任何人不知道这些事, 他是非常安全, 非常牢靠, 非常忠诚的一个人, 你应该善待房玄灵, 我认为除了要搏葬这句话以外, 房玄灵这个说法, 应该是皇后的一个政治遗嘱, 相当于政治遗嘱, 因为那个时候他病重的时候, 房玄灵正好犯了一件什么错, 被李世民打发回家, 回家了, 皇后觉得这事做得不大, 也认为如果这样做下去不好, 所以把这事提出来, 把这事提出来, 后来房玄灵遇到过很多很多的危难, 很多时候都快完了, 但是唐太宗坚定的要保护房玄灵, 所以房玄灵是寿宗正寝的, 在他有生之年, 没有发生任何意外, 但是攻击房玄灵的势力很大的, 出过很多事, 但是因为皇帝坚决要保护房玄灵, 那别人也是没辙的, 唐太宗在晚年那么坚定的保护房玄灵, 我认为应该有皇后的一个原因在, 皇后的临终的这个政治遗嘱, 应该是起到作用的, 这是一个遗嘱, 第三个遗嘱, 不要纵用外戚, 这是老调从谈, 从贞观之初一直到这个时候, 皇后还是念念不忘的说, 不要纵用外戚, 一定要防止外戚干政的局面出现, 现在我们得解释了, 为什么呀, 为什么皇后总是抓住这个事情不放呢, 当初长孙无忌要当宰相, 他就反对, 也是外戚干政的一套说法, 现在呢, 他临死了, 说点别的不好啊, 还是说这件事, 还是一定不要纵用外戚, 一定不要出现外戚干政, 这里面倒有多少的玄妙呢, 历史没有留下任何记载, 就是这么说的, 就是这么记的, 我们只能合理想象, 大概应该是这样的, 早年的那个苦难岁月, 特别是被长孙安业驱逐了之后, 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苦, 那个时候的长孙无忌, 一定是发愤图强的, 因为长孙无忌很有才华, 很有才华, 会写文章, 读出很多, 一定是发愤图强, 我想, 那个时候长孙无忌, 一定跟他妹妹, 有些事只有他妹妹知道, 就是长孙皇后知道, 他哥哥那个时候, 是怎样的一种心态, 比如说法国都市, 我要是掌权, 诸如此类的, 所以妹妹最了解他的哥哥, 秉姓, 内心想的是什么, 一旦真的掌权, 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, 但是为什么不把这话, 跟皇帝明说呢, 说我这个哥哥不可重用, 这个家要一旦掌权, 一定揽权无度, 一定会出现外戚专政的局面, 一定会搞得天下打乱, 他为什么不直说呢, 只是还不能直说, 这是能直说吗, 不能说, 一说, 好皇帝真信了, 天天防范这个长孙无忌, 皇上防范一个大臣, 那个结果会是什么, 最后就觉得这个大臣到处都不对, 一定有毛病, 这事做的不对, 那事不做的不对, 跟他杀了算了, 很有可能是这样的局, 所以这个皇后真的苦闷了, 他有一个真相, 他不能说, 他只能提醒皇帝, 不能那么做, 可是皇帝到最后也不明白, 你不说明白, 他怎么能, 怎么能去做呢, 皇帝最后真的都不懂, 我觉得这是, 贞观后期, 因为皇后没有把话说明白, 他也没法说明白, 而唐太宗, 想执行也执行不了, 最后, 贞观后期的政治问题, 朝廷上的政治问题, 一直到高宗的永辉年间的问题, 其实都是因为长孙无忌, 就是皇后的那个, 早年很多年以前的那个, 不想看到的局面, 后来都发生了, 因为到了贞观后期, 唐太宗就特别重用长孙无忌, 长孙无忌是大权独揽, 大权独揽, 杀了一个又一个, 杀了一个又一个, 最后得罪了很多人, 所以后来武则天出来, 跟高宗一起把长孙无忌灭了, 那是他作恶在前的, 他得罪很多人在前的, 那是有道理的, 有理由, 那有因果关系的, 哎呀, 你到那个时候你在想, 长孙皇后, 真的是有远见, 可是他又爱莫能助, 帮不上忙, 他早早就死掉了, 他跟皇上提的那个话, 皇上没法明了啊, 没法明了, 所以我认为这个长孙皇后, 绝对是智慧高超的人, 他真是能够预见到未来, 他预见到房玄龄以后会有危险, 所以他说要保护房玄龄, 皇帝执行, 他预见到长孙无忌一旦掌权, 外戚干政的结果就会出现, 一塌糊涂, 长孙家完了, 长孙家都完了, 他不愿意看到这个, 可是后来皇帝听不明白, 最后真的都出现了, 其实还有一件事, 我这个证据不太足, 在这里跟你们说说, 我觉得有点道理, 贞观八年, 他是九年去世, 八年他给李世民安排了一个对象, 安排了一个夫人, 就是郑仁基的女儿, 一个十七十六七岁的小女孩, 家教特好, 可是呢, 被魏征给绞了那场婚姻, 如果那场婚姻不被魏征绞了, 你知道谁就进不来, 那个武则天就进不来, 如果这一招其实真正走到位了, 有了郑仁基的女儿在, 没名额了, 对不对, 武则天就进不来, 那唐朝的后来, 那完全是另外的景象, 说到这儿, 你是不是觉得皇后真的很神呢, 皇后在三十六岁的时候就去世了, 李世民觉得自己拾起了一个左膀右臂, 那段时间李世民哭得最多, 哭得最多, 后来他就在宫里面建了一个塔, 建了一个塔, 他经常没事的时候, 就是爬到塔上去, 去瞭望那个昭陵, 昭陵就是李世民跟他皇后的那个陵墓, 上去看, 看昭陵, 就是看皇后, 每次去肯定都哭得不像样, 后来有一次领魏征上去, 跟魏征说, 你看到了没有, 魏征说我这个眼睛不好使, 我怎么看不见, 他说你怎么看不见呢, 昭陵多近呢, 魏征说是看昭陵啊, 我还以为是看县陵, 县陵就是皇, 太上皇的那个陵墓, 魏征的什么意思啊, 魏征说啊, 魏征的意思没说出来, 但表达出来, 一个皇帝天天念念不忘自己死去的皇后, 对自己去世的父亲都没有那么尽心, 你这样天下人知道了, 这行吗, 这不行, 魏征的意思是这个意思, 然后躺下座又哭了, 哭得一塌糊涂, 走下塔来跟别人说把这塔拆了, 拆了, 后来就把这个塔拆了, 但是长孙皇后呢, 虽然去世了, 对于李世民来讲, 我觉得他一直活在李世民的心中, 不论是长孙皇后, 还是李世民, 还是魏征, 这些人考虑问题, 从来不仅仅考虑自己, 更多的是考虑国家, 考虑天下, 考虑民众, 有没有具体的表现呢, 有, 下一节我们讲, 以民为本, 这么介绍, 谢谢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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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样一个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, 他形成的原因到底是什么, 是什么成就了真冠之志,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孟宪时副教授, 为您精彩讲述, 真冠之志之, 以民为本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